今天是大年初一 然后给大家拜个年 大家是不是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可以发给我 让我也馋一下 今天我吃的不是之前的炸鸡 这个我翻译了好久 翻译过来叫什么 雅买加大鸡腿 就这种非常大的鸡腿 是不是很大 下面就开始吧 首先可乐 必备 他的价格在 110人民币左右 一共有四个大鸡腿 然后呢 这个 给我的朋友 然后这个我来吃 没有关系 嗯 这个不是甜的 这个要比炸鸡好吃太多 我觉得 有一点点辣 微辣吧 吃起来很爽 我觉得这个鸡腿 它是烤过那种外皮有一种很脆的感觉 不要乖 珍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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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 把它吃起来来 这鸡蛋已喝过来 我对鸡蛋 白萝卜 我的最爱 我觉得这个鸡洋葱的味道是挺大的 因为里面放了好多洋葱 觉得瞬间火锅 有点东西 很高丽 但是鸡洋葱 如果没有实在时候 不是和西边吃不舒服 鸡洋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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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好酷 我有骨頭 骨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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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尝一下洋葱 还是肉好吃 哇 最后一块了 看起来就很好吃对不对 看起来就很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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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吃完了 最后祝大家狗年即将 欢迎点赞订阅和投币 我是黑子 拜拜